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赵丽颖真人长啥样? 路人生徒才是赵妖镜,离开PS后颜值太真实了。 自从赵丽颖出演《冰冰》、《来了路真传奇》等热门大剧之后, 人气热度一下子起来了,跻身于一线女星的行列,得到很多观众喜欢和关注。 确实把午后演员当中,赵丽颖在演技还是人气算得上数一数二的强, 从新环珠格格到有匪,都是靠着自己一步一步努力走到今天位置。 但在圆脸外形上,似乎赵丽颖一直都不太占优势。 赵丽颖本来就是一位小员工,机缘巧合之下参加了选秀, 后来又因为冯小刚会演石珠正式走进娱乐圈, 圆脸的赵丽颖一直拿不到女主角的角色, 所以她一直演配角,当赵丽颖各方面状态都非常好, 她演的配角更像是女主角,有演技又很可爱, 后来她拿到女主角就一页成名了。 现在赵丽颖大部分照片都是精修图, 而赵丽颖真人长啥样呢? 其实路人生图才是最好照妖镜。 曾经路人抓拍过赵丽颖生图, 展现出最真实的颜值一面。 这是赵丽颖出席活动时候, 当时她穿着拼接长裙, 扎着头发, 看上去可爱又开朗。 虽然赵丽颖属于惊艳型美女, 但是一定属于百看不厌女生。 只是离开PS之后, 脸型微胖得太真实了。 赵丽颖本来的脸型就是圆圆的, 这次没有PS后, 脸型虽然不精致了, 但是比很多女星都要漂亮。 其实赵丽颖很不容易, 从进入演艺圈开始, 她就没有一点背景, 她还演过一些丫鬟角色, 靠着坚持, 才有机会走到现在位置。 现在的她容貌算得上很出众的, 就连敬业努力上, 在娱乐圈也能排前几名, 希望大家能继续喜欢赵丽颖, 多关注她新作品, 毕竟像赵丽颖这样的好演员, 百年难得一见, 你们觉得呢? 感谢您观看视频, 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我们。 请订阅该频道以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